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不是在桥的第一节涉及到三要素的时候 第一个要素模板支架它的设计制作拆除我们都已经讲过了 所以在这个流程这给大家梳理的东西 我们会发现书本上在这里内容非常少 你直接就参考之前给大家串的整体流程就可以了 那我们会在后面给大家补个程序 咱们先把书上的文字考点去回顾一下 那我们先给大家拿几个图片 来想一想之前的支架法是什么样的类型 按照你上部做的架体它的支撑形式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满堂式支架 那直接是梁式支架或者梁柱式支架 这个怎么分 满堂式就是不带通行孔的 它底下是均匀分布的立柱 还有组合的别的杆件 那这个是没有通行孔 直接满布就可以了 那么后面的梁式和梁柱式都是能通行的 比如说过车或者过船 它俩在分的时候 如果这一跨它相对比较窄 我们就直接选择梁和钢管柱就能撑下了 如果这一个梁它的跨比较宽 那我们就除了衡梁支撑可能会有变形 所以梁中也会加一些钢管立柱 这就是梁柱式 好 把这个构造去分个类型就可以了 另外我们书本上有好多知识点 它那些条目跟前面是重复的 所以只要求大家去区分一个 这一条我们当时在讲模板之下也提到过 就是预拱度要考虑的因素 在我们设计的时候 大家一起回忆一下 在设计的阶段 预拱度要考虑什么因素呀 施工预拱度要考虑设计预拱度 也可以叫结构预拱度 还有弹性变形 非弹性变形 以及地基受载之后的一些压缩的成降 对吧 这是我们在设计阶段 需要考虑的预拱度的这些因素 而到了这个地方 我开始组装它了 这就是安装支架的时候 前面是设计是要考虑的 现在是安装的时候你要考虑的 那考虑什么呢 是量体和支架的弹性和非弹性 所以这两块如果提干给的描述 时间阶段不一样的话 你选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在设计阶段它是四个因素 在我们做安装的阶段 是量和支架各自的弹性 非弹性 所以把这个一定要对比 这个点我们已经在前面给大家对比过了 你这参考前背一遍就行了 然后我们在这给你来做一个小的动画 去回顾一下我们做模板支架 施工上部桥跨的主体过程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支架法的施工过程 首先在我们屏幕上展示的是 整体地面的原地基 我们现在是要做支架法 那么它是依赖于地面去做受力支撑的 所以做支架法的前提 必然是对于地基做处理 这里面我们的处理会参照支架法 施工的地基预压规范来进行 选择合适的预压核载 还需要对表面的原地面 进行基本的清理控制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经过处理之后 地表已经达到了能够承担核载的状态 我们就在已经做好的桥墩盖梁之间 来进行支架搭设 然后上部就可以提供桥跨的平台了 搭设的第一个步骤 是来进行电跨的制作 那这个垫块是要保证支架法 它的立柱 不要跟我们地面直接形成接触 要通过垫块做瘦子核载的这个扩大 做完垫块之后 我们紧跟着架底中 是通过立柱来进行数项承担 然后非常关键的一个杆件 是水平的扫地杆 这个是我们出现水平排架里面的第一层 它要包含纵向和横向 纵向和行车方向一样 横向的话我们是保证跟宽度一致的 那扫地杆我们前文介绍过 对整个的架体稳定至关重要 它一般是距离地表大概30公分的范围 我们底部的垫块周围还需要设置好相应的防水排水 加上冬期防冻涨的措施 做好扫地杆 随着搭设高度的增加 我们再来建设水平的排架 这样的排架也是纵横方向去构成的 除此我们还需要每隔一定高度设置双向的剪刀称 剪刀称是把四边形变为三角形的过程 同时在需要的位置还需要加设斜向的支撑 这个一般在我们异形模板中建的非常多 那除了这个点还需要在规定的四周对称来进行抛成的设置 这个也属于临时支撑的一部分 所以随着架设高度的增加 我们会在设计位置架设这种临时的支撑 注意临时支撑不能随意做拆解 好整个架体搭设完成 我们就需要跟底膜平台做联系 此时它的底膜平台跟我们架体是通过系络装置相连的 咱们也给大家补充过系络装置的相应构造图 包括千斤顶或者是沙筒木蝎等等这种制作的形式 那我们架体搭设完成还跟着流程中非常关键的步骤 移掉进行质量和安全方向的检查 好随即我们搭设底膜 底膜平台是提供了上部强化系统施工的平台 所以我们搭设完成底膜之后 需要去做非常关键的工作 也就是预压 那现在我们的预压核载就上线了 经过预压消除了架体的拼装间隙 还有地基这一部分受载之后的沉降 预压完成我们整个的核载卸掉 然后上部就可以进行正常的钢筋骨架 加上后张法管道的一些预留 紧跟着我们来进行模板的控制 那做好相应的钢筋工程模板工程 我们就可以来胶筑水泥混凝土 所以这边我们的水泥混凝土随即进行胶筑震倒 那整体结构就做完了 当它达到拆膜强度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底膜就向下进行了落架的控制 那底膜的下落主要就是通过泄落装置来提供的平台区间 当然我们泄底膜是有强度的前提的 首先在前端 它的影响张拉变形的一些内部侧膜已经提前做拆解 底膜是整体结构已经达到了规定强度 能够承担自身核载和其他可能出现的核载 我们再把底膜做泄落 泄落装置往下走随即底膜跟着拆除 拆掉底膜之后 我们就跟着按照之前的架体搭设核心拆除原则来走 也就是先之后拆 后之先拆 那逐层把我们的架体进行泄落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架体泄落的过程 一定是由上而下来走的 而对于这种减脂量体 我们正常的泄落顺序是从跨中往之做出做一个控制 好 这样我们就结束了支架法的内容讲解 好 经过刚刚的动画展示 我们就可以回忆起来 咱们前面几讲学过的这个模板是怎么样搭出来的 那咱们再把文字流程给你补一个啊 现在我们会发现我给你区分了几个颜色 第一个标黄色的文字 就是我们在过程中看到搭架体的过程 那包括了地基处理 搭完架子做检查 还有非常关键的预压的工作 这是高频考点 地基的预压和支架预压很容易考 调整好标高 做好侧膜平台就提供出来了 然后白色文字的就是我们直接现场去教桥跨的过程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现胶梁主体结构的制作 三要素 有钢筋 有内部模板 有混凝土 当然还有预应力的 然后最后蓝色文字是我拆除这个平台的过程 咱们之前的知识点是集中在黄色和蓝色 就是搭和拆 那么中间这一块我们其实书上是没有考点的 咱们就以这给大家做个线索啊 那我们主要在这里考现胶长的话 其实绝大部分原地现胶主要是以相形量的形式居多 我们现在把相形量的构造去拆解一下啊 咱们现在画了个中空的只有一个相识的相形量 那么上部这个就是顶板 底下是底板 两个腰这里是副板 在顶板两个旋条出来的部分 这个是翼板的部分 好 那我们对于它去做胶注的话 你这是不是上部就要走车了 对吧 胶注的时候要看它这个梁的截面体量是大是小 我们去做划分 如果说你这个梁它断面不是特别大 那我们可以实现一次性胶注的话 你就把外膜搭完 里面的底板钢筋 两个副板的钢筋 织好内膜体系 顶板的钢筋 在绑各自钢筋的同时 预应力管道都流进去了 某具家具等等都流进去了 就是预应力设备用的东西啊 好 然后所有要素都全了之后 一次性去浇荷凝土 从底到副板到顶板 这个叫一次胶注 那一次浇注的话 是不是我们的混凝土是没有断开的 所以一次浇注不存在施工缝 在这儿给大家列的程序 就是一次浇注的施工过程 你把所有的要素都做完 我们一次性浇混凝土 当混凝土它的养生强度达到75%之后 我们可以对构件去做现场后章的预应力施工 之前的预应力后章法不是在预支厂吗 现在是我把它做完现场就地去做 所以我们一般在这个流程里面都是主体构造的建设 你看后面是不是配着预应力 这就是后章的形式啊 预应力张拉之后及时压将风暴 对吧 这是一次浇注 那么二次浇注呢 就是当它的断变体量变得比较大了 很大的话你一次浇注可能会出现一些内部的结构变形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分成两个浇注的段落 那一般情况下分二次 它比较多都是分在副板的根部 如果是这个量高度特别高 我可能是从中间腰去分的 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分在底板和副板的根部 底下这个U型的我们一次再浇啊 后面这个副板和顶板我们第二次去浇 那这里面我们再顺一下它的程序 当我把外部的模板系统提供出来之后 这个平面是不是就有了 这个时候你要绑底板钢筋 你要绑副板的钢筋 同时它们里面的运用力附属设备都放进去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是直接支搭内模吗 不是 如果你先把内模挡上 我们浇了第一次之后这个缝你就处理不了了 因为它这两板之间的模板离得很近的 对吧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啊 如果是二次浇注的话 你把底板 副板的钢筋和运用力设备做完之后 在底部立好必要的支撑 我们先浇第一次回音图 先浇第一次 浇完第一次之后 我们是不是在这儿 这就是施工缝呀 你要在封内模之前 对施工缝做处理的 要凿毛清理干净一系列的处置 好 处理完施工缝了 我们再把内模体系组出来 有了内模支撑之后 那么顶板钢筋和运用力相关设备就可以放进去了 然后再一起去做副板和顶板的角度 所以这个是二次 一定记得啊 它的模板就要分开了 而且如果是分次 必须要加一个工序是处理10公缝的 那么如果是三次或者多次呢 一般分三次的话就把它的顶板再单分出去 也就是你先去交副板 然后再去交顶板 那么这二者之间是不是又多10公缝了 所以只要增加交注段落次数 就一定要在次次之间段段之间加施工缝 施工缝要处置啊 你拿这个套路去想就行了 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个点呢 因为咱们不管是支架 还是移动模架 还是挂篮 它其实绝大部分就在考我们 怎么在现场去现交相性量 那么现交相性量的话 主要就是一次交注 二次交注 多次交注这样的形式 你把这个交注的要求 放到后续两个现交方法中 是完全一样的 你记一遍就可以了啊 那我们可能在这儿 让你补工序的话怎么考呢 它在其中给你扣掉一些工序 我给你换成字母 让你去写去 这个时候大家感觉 这个文字有点多 判断不出来 那怎么做比较省事啊 你就想一想 这个相性量 我按着它构件的划分 去找各自的三要素 起不起就行了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 副版钢筋有了 然后它直接就跟了交混音土 是不是你还需要有模板 就我就找模板钢筋 混音土三个要素 每个构件挨个去刷 记得分次就加施工缝 少哪个要素 你补哪个要素 这样就可以了 一般它在这儿 你用三要素的工 方法就可以判定出来 好 记一套通用的 相性量如何分次交注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到第二个类型 就是移动模架 移动模架的话 其实大家发现 好像这个设备挺复杂的 但是其实 它本质上的意义是什么呢 跟前面支架是一样的 我就是通过技术手段 专用设备给上部的相性量 提供了一个制作平台 刚才咱们支架法 是不是搭了个架子做平台 我在上面做这个量体 对吧 现在呢 它用移动模架 在桥墩顶面组了个平台 我就是组了个平台 然后做相性量呗 那么后面的悬臂挂栏 也是一样的 它就是通过挂栏 组了个平台 所以这三者 做现场交注的话 都是需要施工作业平台的 那我这个平台 在组完之后的一系列处理 你就可以直接参考支架法了 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支架法 它的受力点是放在地面的 所以要做地面预压 要搭这个架子 你后面这个 是不是跟地面没联系了 它肯定就不用做地面预压了 对吧 那我们这个不管了 当你把它组装起来之后 你想一想 我们架体组完之后 先干了什么 支架 组装完成之后 是不是应该先进行检查 对吧 我们当时说减了什么呢 减了三加一 承载能力 刚度稳定性 加一个安全性 对吧 这是我们检查的 那你这个不也一样吗 当我把它组出来之后 我得看它是不是满足设计指标要求的 有没有实现设计目标 好 当你检查完 我们干了什么 咱们支架 检查完成之后 要对搭的架子这个平台去做预压 这个预压在干什么呢 在消非弹性变性 对吧 它就是针对把不可恢复的非弹性变性的消掉 有拼装间隙啊 那你这里面是不是也是拼装的时候会有一些间隙 所以当我检查它没问题之后 我就要往上面加核载了 往上面加核载 来削它的非弹性变性 对吧 好 那当我们消完非弹性变性 我就直接做构造了吗 没有 你还得调整这个结构的底膜平面 标高是否准确 对吧 所以 做完预压之后 跟着就是调膜 对不对 就是调膜啊 那一样的呀 我也是在这要核对标高 我也是在这需要看它的预拱痘等等因素 设置的正确不正确 当这些工作都做完了 平台没问题了 你再往上面做这个箱形量 那不又是一次二次多次区分呗 对吧 然后当箱量做完之后 我们现场去后章 章拉完成在亚江丰毛 当我把这个施工空间做完之后 那我就需要把这个设备模板拆解 设备前一道空胯重新再组 那不就又循环一遍吗 再组完之后 我们要再检查 再预压 再去调 再去做 然后再拆解 前一一次循环就可以了 所以你把这种提供平台的思路 只要印到脑海里面 是不是那边那一套程序里的要点 拿到这儿依然是流程要点 缺哪个你补哪个啊 所以我们其实最核心本质的 你掌握支架法 一通百通 它都是一样的道理啊 那现在我们看这是移动模架 移动模架的话 咱们先带大家去认一认这个设备啊 那我们移动模架的话 它是有几种比较常见的形式的 我们在这儿给大家放的图片 是非常典型的下形式 就是它是在目标桥跨下方 作为成立梁的行走支撑的空间 也有就是把成立梁放到梁上面的 那我们现在就看这个下的就行了 在这个形式里面 你看我是有两个主梁 来承受上部模板的核载 所以是不是香情梁交注的核载 全压在模板身上 模板又压给主梁身上 这个时候我们的主梁 它的核载传递给了乔敦身上 绑定的牛腿脱架 这个我们之前直播的时候 也给大家举过这个例子 你怎么想这个事 你想一想两个教夫抬轿子就行了 一个教夫两个肩膀 一个教夫两个肩膀 是不是两个人两个杠一抬 上面这个就可以去做工作了 对吧 就能接受核载了 跟它道理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核载是传递给牛腿脱架 牛腿脱架它是固定在乔敦身上的 那我们跟底下生成不了任何的连接关系 跟地面没有影响 它是非常典型的 桥跨上部施工 不受下部环境限制 而且是主孔施工 做完一孔做下一孔 做完一孔做下一孔 这个周期略长 所以这样大家把这个概念做一个理解 然后我们在施工的时候 有分段工作缝 就是我第一次提供了一个两个梁的平台 交了一段 那么它可能并不是非得在支点这个地方停 我是不是也可以停在跨中的地方 因为你是有足够支撑的 那我们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交注段落和下个交注段落 它的缝留在一块的四分之一左右的位置 为什么 因为这是连续量承受军部核载之后的弯具零点 我们之前反复让大家去记这个弯具图 横量树支撑量式体系 当它承受军部核载 我们强调这个是连续量 当它承受军部核载的时候 是不是跨的支点上方副弯具 中间下方正弯具 这个位置是反弯点 也叫弯具零点 你把受力小的地方去放街头 它不是不容易出问题吗 对吧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我们尽可能的把街头放在弯具零点附近 这是更安全的 然后就是我们对于它的模板体系 一定要保证它各种尺寸高层预广度的误差是符合要求的 那你想一想 我为了保证它符合要求 我在哪个步骤控制它的 就是你预压消了变形之后 调模板的时候 对吧 这样我们就可以监控它了 然后咱们同样的在这也给大家去补 补充一个移动模架的施工动画 鉴于我们在一键教材施政这个科目 并没有多少知识点的条目放在这里 所以它考题的概率会略低 我们就拿这个动画做一个引导理解 就足够了 不用死尽呗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移动模架法的施工动画 因为这个工程我们涉及到逐跨的施工 同时还需要在每个跨中进行模板的拆解和重新组装 所以我们通过两个角度来给大家展示动画的过程 那第一个给大家展示就是侧里面示意图 现在在我们屏幕上出现的是支撑桥梁的地基 加上已经做好的成台桥蹲 还有在蹲顶上需要组合来进行牛腿拖架的安装 那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已经在施工设意到了这几块上 进行了蹲顶的牛腿拖架的控制 这个牛腿拖架我们在横断面图里面可以看到它的具体构造 好这里面受力支撑点已经有了 那我们这个范围是已经做好的梁段 然后中间这个就是我们的施工跨 前端是我们去做配重的范围 那我们现在就以牛腿拖架为受力支撑来进行主梁的安装 主梁现在上线了 大家可以根据主梁的位置判断一下是哪种内型的移动模架 如果说主梁是在桥跨的下方的话 那么它就是下形式 如果是放在桥跨的上方做受力支撑 那我们这个就是上形式移动模架 那现在主梁以它作为受力点 它的力量是传递给牛腿拖架的 那我们就在这个施工跨上 再来以主梁为成立点进行模板系统的安装 这一部分的模板系统就包括了底模 副板的侧模 还有一板的底模和侧模部分 我们整体搭设一个模板的平台 那现在模板系统已经上线进行组装了 组装完成之后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在这需要进行变形的消除 它其实跟我们支架法的原理是一样的 拼装之后会有拼装进系 所以需要通过核展的形式把这个变形消掉 那当我们消完变形也调整完最终的标高之后 可以进行这一块结构的建设 那进来我们就进入到了钢筋工程 加上运用力的管道预留 然后我们做好这些运震的构件之后 来开始进行混凝土的胶筑 胶筑完混凝土我们需要进行养护 养护强度达标 需要进行贯通管道穿运用力金属张拉 当我们这一个部分主体结构混凝土 管道混凝土 加上亚浆风某的这一部分 全部都达到了规定强度之后 咱们就可以来进行拆模了 那模板就在这一块进行整个平台的拆解 当然它的内模已经提前做了拆除 因为我们在运用力构件里面 内模是属于限制变形的模板 需要在扎之前拆掉 而外模是属于受力支撑的模板 需要在我们整体结构达到规定强度之后 才能拆解 拆解完模板 我们就可以来顺着主梁作为受力点 移动到前一个框 但是因为我们的主梁是前后需要带配重的 所以导梁先行把主梁移动到后一个框框 进行组装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前端的牛腿已经做完了 然后主梁移动过去 跟着模板系统也要移动就位 再进行重新的组拼控制 那我们这样就重复了刚才的使用过程 在新的这个结构上 我们再进行模板调整 再进行结构施工就可以了 好 刚刚结束了纵断面的示意图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横断面 在横断面里面 首先需要大家来认识一下我们这个主体的结构构造 底下是我们做的连接的成台部分 这个范围是桥蹲 然后我们上面所做的是盖两的系统 那刚才咱们见到在侧立面中 蹲顶去设置了牛腿拖架 现在这个范围 我们可以看到拖架提供了平台 还有边部是牛腿的支撑杆件 为了保证这两个对称拖架的稳定性 我们需要设置对拉的拉杆 来进行这一部分的稳定 它在脚部会有 在顶部也会有 所以这两个位置都是需要设置对拉拉杆的 那我们需要各位注意的是 提供了平台之后 那两根主梁在我现在鼠标移动的这个位置 这个是起到受力支撑的 所以它是要把受力点放在牛腿的拖架上面 而我们这个结构又需要在横断面上 进行左右的移动才能拆解模板 同时它还需要在拖架上进行纵向移动 把主梁的平台传递过去 所以我们就需要给它提供移动的范围 那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涉及到了纵向横向移动的小车 来进行整个方向的控制 好那我们上部这个是主梁 主梁是提供受力的 所以它的外部膜板支撑点 就以我们主梁为受力支撑 然后我们搭设了副板的外膜 一板的底膜和外膜 再加上我们还有底膜 那这个我们结构形式里面 可以把底膜跟副板放上整体 或者有的结构也是上下做分离的 咱们刚刚前一个话已经施工完成了 所以第一件事情当它已经施工完成之后 我们要做膜板的拆解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拆膜的过程 横梁作为我们底膜的受力支撑 所以它的底板可以落下来 然后我们的副板跟底部的这个膜板在做拆解 有一部分构造 它是整个在一板的底膜和外膜 副板的外膜 底板的一半 这个可以放成一个整体 整个做拆解 所以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会出现 那现在我们已经生成了膜板的拆解 你会发现跟着膜板的拆移 我们的主梁已经进行了双向的外移 这样就跟我们的构件脱开了 它外移之后就可以通过纵向的主梁 送到新的空胯上 我们还要在空胯上再做一个组拼 所以紧跟着我们再来到空胯上做一个移动 然后再重新组合到一起 重新组合到一起 就会带来一个新的组拼变形的控制 所以紧跟着需要来进行上部的堆载消除变形 消除变形之后调整底膜 然后我们再来做钢筋 大家可以发现我们这个钢筋的制作过程 也不是一次性做完的 那要看我们上部的香梁 它整个在施工上是什么样的施工模式 如果说是一次胶筑的话 我们需要把所有钢筋预埋件管道全部做完 所有的膜板全做完才能整体胶筑 如果是二次胶筑的话 我们是先做副板钢筋和底板钢筋 再加上内膜 然后交到副板到这个副板根部到底板的混凝土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钢筋模板的制作过程 现在是已经完成了副板的钢筋跟底板的钢筋 然后我们把内膜的系统做完了 内膜中间也是有支撑杆件做对象的控制的 然后我们再来做顶板的钢筋 顶板钢筋做完之后 整体进行混凝土的胶筑 所以这个点我们所采用的是依次胶筑的方法 那胶筑完水泥混凝之后 我们达到了规定强度 就可以进行模板拆除了 但是这里面我们要注意是先去拆除内部的模板 因为在运用力施加之前 你要把这种限制位移的模板拆掉 而我们的侧模这个范围是起到支撑的效果的 它要在建立运用力之后再来拆除 好 此时已经拆掉内模 那当我们结构已经达到了规定的强度之后 咱们再来拆解外模 拆解完外模就重复了刚刚的过程 再把它移动到新的胯 然后重新进行组装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就结束了横断面和纵断面里面 去展示模板移动模架法的一个处理 那么这个需要大家集合着横纵断面 去认识到主体的结构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实践性的结构图片 来重点强调一下结构的识别 好 经过刚刚的动画展示 我们就了解了它是怎么样固定 怎么样拆解 如何前移再组装 那依然还是给大家区分颜色 去划分的阶段 第一个黄色就是把平台组出来的阶段 第二个白色就是做香腥梁 加上后章预应力施工 亚浆风卯的阶段 最后一个就是拆解前移再循环的 所以大家把这一套给弄清楚 你看我们也是搭完之后 你需要检查 然后预压消费弹性变形 在调模的时候控制刚才所说的高层平面位置 还有预广度 这里面咱们就不再重复了 中间这块依然是可以扣着香腥梁的分次胶注 来考你补工学 所以直接参考支架就可以了 好 那么刚才在动画中 咱们是不是见到了移动模架 它整体的构造示意图 我们在这再给大家提醒几个小的点啊 第一个就是移动模架 它的主成立结构是这两根主梁 主梁接过核载之后 是直接把它加到可以纵向移动 横向移动的小车身上 这个核载传递给牛腿脱架 牛腿脱架它属于是空中的临时受力支撑平台 所以这个平台一定要够稳定 我们为了保证它的稳定 它的底部需要通过预埋件 或者是对拉预应力 或者拉杆的形式 牢牢的锁定在桥墩身上 那么有一些可能下不第击 能够生成受力联系 我们是可以打到下方的 绝大部分会选择脱架的形式 那么这个牛腿脱架 我们再拆分一下的话 因为这个形式很多件啊 上面叫做牛腿脱架的平台 斜面这个就是牛腿的斜向支撑柱 所以像这种常识性的构造 我们再做理解就行了 其他的构造那种 可以直接参考动画中的细节 这个图不用死尽呗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进到 第二个悬臂胶筑的方式 你看还是这样的一个平台思路 那这个跟前面的区分在哪呢 它也是通过挂栏做了个平台 但是最大的区分就是 支架法可以一次施工一整块或者多块 移动膜架法可以一次施工一整块或者块过块一段 它们的整个单独分段制作两体都是很长的 基本上都能超越一块的长度 而我们现在做挂栏的话 它属于是把一块分成了好多小结块 我一次只做一个小结块 比如说我这个身体是桥墩 这个地方是桥墩顶面 那我上面脑袋这个位置是我们桥的桥块所在的地方 我在施工的时候 先把墩顶脑袋这个位置零号块做出来 往两边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一段一段去悬跳 而且必须维持对称 这样受力才均衡 那咱们现在看一下过程 我们一定是在桥墩的墩顶来做第一个小的结块 那会把墩顶的第一个结块给它排成零号块 这个你需要把受力平台先固定在桥墩顶面 通过托架或者应架来把零号块做出来 零号块做出来之后 那么第一个受力平台就有了 我就在它身上绑挂栏绑挂栏来做悬条的结块 一定记得是对称的 如果只有一端的话 它就会出现倾斜或者开裂的问题 所以接下来就在零号块身上安装挂栏 然后依次对称往前悬跳 你看我是不是对称着零号块 一二三一次往外站就行了 那么这是不是相当于我站在这 我的结块一点一点一点的变多 旁边还有一个 那我们两个的桥跨是不是会碰到一起啊 这个就要做合龙了 那么合龙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去排序的 它一般情况下在常规桥形中 不是特别长的连续两 不是特别长的多跨 跨数有限 只是跨越障碍物 这种咱们就可以选择由边到中的顺序来做合龙 所以咱们书本上首先就是你需要了解 我们做每个结块成立平台的挂栏构造 因为它也是施工中非常有出风险的地方 我们需要把这做理解 然后就是我每个结块是怎么做出来的 大的施工阶段的划分 然后你怎么样交注 最后就是最重要的合龙 那这里面我们容易出现考题的点 就集中在挂栏的设计制作 阶段的整体流程排序 然后还有合龙这里 这是最容易考题的 那之前咱们在19年曾经悬臂挂栏法 考过一年案例 那么剩下绝大部分还是在合龙这个点中 进多选题的概率和更高 好那咱们现在一起来过一下 我们还是一样的 你要先熟悉这个程序 一定记得老师给大家总结的 这个线胶不管支架 还是移动模架 还是挂栏 它就是提供了做箱形良的平台 只不过这个平台是多种多样的 那我们依然给大家通过小的动画去展示一下 它在蹲顶零号块 包括我们怎么样往两边对称展开 最后到合龙段它的施工要求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悬壁胶住的全部施工过程 那因为我们既然要做悬条施工 它必然是以蹲顶为起点的 首先我们就可以看到 现在咱们所出现的就是桥墩 蹲顶我们需要去设置概量 有一些重力式的桥墩 咱们是不需要去放概量的 所以这里面我们放的就是重力式的类型 直接在蹲顶通过拖架或者樱架 来扩大它的施工平量 然后来建设我们上面的零号块 那此时我们就可以见到拖架已经生成了 紧跟着我们需要来进行跟零号块之间的支座安装 因为支座是放在我们上部结构和下部结构中间的 所以必然是要提前你的做好 支座下面是做电池 我们在施工电池之前应该进行蹲顶的测量方样 包括检查强度清理等等问题 然后去浇注电池的混凝土 浇注完电池 我们在安装制作之前也要重新进行测量的复测工作 包括对于电池去做基准的凿毛 凿孔等等 好 电池已经做完了 那紧跟着我们在上面来进行制作 制作的安装过程跟我们前端所做的线胶支架板 去施工上部桥跨 然后来安装盆式制作的程序是一样的 也是同样要去插杆 然后给它就位安装 那现在我们制作已经上线了 所以通过拖架来进行上端的受力支撑 然后我们在搭它底膜的时候 就需要跟我们制作的上部钢板做一个引系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零号块的制作 现在首先是搭设零号块的底膜 底膜的受力支撑点就以拖架来实现 做好底膜之后 我们在它上面再来进行变形的消除 然后去做主体构造 钢筋 模板 加混凝土 现在零号块就已经做完了 零号块做完之后 我们来到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 因为我们要往两端去做悬条施工 所以需要在这去做临时固解 那紧跟着我们就需要在零号块 永久制作的两边来建设临时的钢筋制作 来起到一个临时固解的效果 除了这个工法 我们还可以上下去贯通运力金束 来进行张拉锚定 或者是两端的拖架不做拆解 还可以加设一些临时的支撑 沿着桥梁动向方向来做控制 那通过刚刚所列举的一些临时固解的方法 我们就把零号块和针顶的连接变成了钢节点 变成钢节点之后 它可以在前端提供悬条的抗扬能力了 所以我们就在零号块上来安装挂篮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挂篮的出现 那挂篮首先我们在这个范围是给它提供的行走和卯固的轨道 后端是我们的毛固端 要通过插稿或者应用已经跟已经做好的零号块形成稳定的毛固 那这个范围我们标的是主梁 一定要强调对称的施工 所以在两端是同步对称的安装挂篮的 那我们可以看主梁的类型来判断它是哪种形式 咱们前面有见到过这个构造的识别 然后主梁的前端是前吊系统 后端后吊系统提供了底膜平台 我们在平台上建设一号块 这个范围就是我们的张拉作业平台 做好挂篮的施工之后 还要跟着去做关键的带众实验来消除它的变性 所以紧跟着我们这边的核载就要上线了 来进行带众实验变性的消除 消掉变性之后 我们核载再进行车除 然后我们再来进行主体的一号块建设 这里面就包括了它的钢筋 预买管道 预买件 第二还需要去灌注混凝土 那完成了混凝土的灌注强度达标之后 我们把管道做好清理 再来进行零号块和一号块的贯通张拉预影力金 那咱们这里面就可以来进行预影力金的张拉控制 大家可以见到我们在制作图 因为整个在连续量体里面 制作是承受负玩具 负玩具是向上的 所以在制作的范围 我们量体是上不收拉 那大部分咱们这个范围的预影力金会偏构造的上部来进行布设 我们这种零结块去做张拉的 一般都是贯通几个结块进行张拉控制 咱们这里面的两道削线只是来表示一个简要的位置 实际的预影力金的位置要按照设置的图纸来进行精确的分布 好完成了张拉之后 那我们这两个结块就可以保证稳定了 此时咱们再把已经做好的这个挂篮进行前移 然后重新组装 一直对称施工来到合龙段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建设了二号块 同样也是完成张拉 在合龙段这大家可以看到 刚刚已经退掉了一侧的挂篮 我们如果是边跨的 应该在支架上去做完成 而如果是中间跨 以前没有空间的 我们就退掉一侧挂篮 在中部进行这个范围的施作 当然它不是马上在二号块之外就做的 我们这边是做了一个动画的省略 因为一个两体 它会分成好几个结块来做制作 那我们就按照零一二三 对应的对称顺序 往中间去编号就行了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合龙段 合龙段你再重新组好我们的挂篮 也应该进行变形的消除 所以它这个过程是一样的 那因为我们这里面来到了 悬条的部分的零接 所以它可能会带来一些拼装的误差 那我们首先需要来进行一加的压重 来使这二者的变形达到一个提前预期的状态 随着我们中部的混凝土的施加 可能会带来选炒端的变形 那么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 愈加压重的变形的过程 我们重新把这个动画来演示一下 好 现在是中间对称 已经做完了二号块 退掉一侧挂篮来进行愈加压重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面 跟着预加压重是一个变形的过程的 也就是我们模拟了中部混凝土上线 然后预加压重先给它压下来 我们后面摸这个混凝土上线之后 咱们再来进行压重的逐步撤出 同时我们还需要来进行行钢的连接 这个行钢是来消除我们两钢的误差的 所以提前会在做好的结块上面有预埋的连接件 然后通过进行的行钢进行连接固定 来尽量的消除误差 那紧跟着我们在中部就可以进行 它的钢筋骨架的一些控制 包括预流管道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混凝土的胶注 我们这里面的预加压重是一个逐步拆解的过程 我们再把这个过程来走一遍 钢筋上线 然后我们再来进行混凝土的胶注 随着混凝土的胶注 预加压重是在逐渐的消除 这样我们完成了合农掉的混凝土控制 那你会发现我们在做合农掉的时候 它的胶注始终在悬条端的变形都是一个稳定状态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做预加压重的这个原因 好当中间的合农掉已经强度达标了 我们就来贯通预用力金进行张拉 那此时我们会发现 合农掉是在一块的中部 所以中部都是下部收拉的正弯矩 那此时我们预用力金大部分都是分布在下部的 跟刚刚的制作正好相反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这里面也是简要的表示位置 具体预用力金所在的位置 一定要严格按照设计来执行 完成张拉之后 那我们这个整体的范围就完成了连续量的实作 连续量做完了 我们这边的挂栏随即拆解 那咱们就来到了整个去做体系转换的过程 刚刚在我们的零号块 为了保证选条端的受力 已经进行了临时布解 包括永久制作外侧这里面的临时制作 两端的拖架可以做支撑或者临时支撑 还有我们去上下贯通的运用力金 那做体系转换的时候 我们再把这些做拆解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临时制作已经做了拆除 然后我们再把拖架做一个拆解 那整个的两体就已经结束了 所以现在我们就完成了连续量的一个实作 前期咱们是以零号块为期点 往两端做悬条的 然后我们做完之后 要把之前的钢性节点解掉 这个过程我们后面在考点中会强调 它的调整应该是以两端的这个标高为准 以反例作为较合 好这里面我们就结束了移动摩架的 全部实用过程的控制 好经过刚刚两个小的动画展示 我们就知道了它怎么样从蹲顶开始往外走 以及我们中间和龙如何对到一起 咱们一会会通过文字考点把它们都展开 那给各位补的文字流程中 也是用颜色去区分的施工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我们把零号块做出来的过程 要把零号块的支架和固结方式设计好 然后对零号块的支架 也就是拖架和应架做好验算 再把零号块做出来 一定记得要对零号块固结住 这个是很容易在流程中缺项让你补充的 你需要把零号块脖子这个位置掐死 不要让它动 然后我们第二个蓝色文字的 这是不是提供了悬条结块的平台 你看我在零号块上拼挂篮 对它做再重实验 就是预压 变了个说法 然后我们再去调整标高 又重复了吧 紧跟着白色文字 是我们做相形量的过程 就是一次二次或者三次浇注 对吧 然后我们在这还有去浇注完 养生达到强度 做张拉亚浆风博 所以现浇相形量加预影力 现场护照预影力 最后这个绿色文字 拆解潜移循环就行了 这样咱们就把这个流程给大家补在这 用颜色区分一下阶段 那我们需要记得其实是文字性的考点 咱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挂篮这个设备 它不是我们去购买的成套的成型的 你需要单独对于我工程这个结构断面 它适应的一些特点 尺寸上的一些要求 我依据这些信息 我来做一个单独的挂篮设计 所以你想要用挂篮施工的话 我们需要先对挂篮进行设计和组装 它不是直接购买的是你设计现场制作的 好 那么这个挂篮的话 那我们对它的重量是有要求的 因为你本身就是旋条施工 如果你自己挂篮的重量就很重 再加上红红土结块的自重 这块会对旋条端造成向下太大的一个负担 所以我们尽可能把挂篮的重量 要控制在一定范围里面 来保证旋条的安全 因为它底下现在是没有支撑的 我是把这个平台给它组装到 刚做完的旋条结块身上 就好像我是乔敦 我的旋臂构造伸出去了 它底下没有任何支撑 我要做的挂篮就是绑在我的手上 如果它太沉就把我手带下去了 对吧 所以你得保证它的重量不要太重 这个跟两段质量比控制在0.3到0.5就行了 挂篮自重和两段重量比控制在0.3到0.5 那这里面有个小问题 因为我们正常在旋臂胶筑里面 咱们先画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 全是线条了 你从0号块开始往两边对称旋条 那本身我们是不是这个桥在修筑过程中 由于前期有旋条的因素 它其实在连接端这个位置施工过程中 就容易出现开裂了 因为你底下没有支撑的 它容易往下走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 我们基本上挂篮结构 它在织座的位置 结构形状都会略微的扩大一些 所以你做的量体 它正常的断面构造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0号块 包括1号块 2号块 这个区间可能两段重量会重一些 中间跨中的部分可能两段会轻一点 这里面我们的量段取的质量是标准量段 就是平均标准量段 不是单指某一块的 所以这个注意一下 那么它的最重挂篮最重的极限是0.7的比例 这个是特殊情况去用的 什么时候用呢 就是我们现在在桥墩顶面 先做了0号块 然后是不是就要往两边去做1号块了 对吧 我现在要做1号块了 你要把挂篮放在0号块身上 给1号提供平台 现在1号挨着0号 它那里很近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把两个对称1 共用一个量体支撑体系 用这个量提供平台 用这个量提供平台 那你这样跨越0号块 它自重不就上去了吗 在这样的特殊情况 才可能会达到0.7的值 一般单悬条跟旁边没联系的时候 控制在0.3到0.5 那么在挂篮上所有附件 包括吊杆 它们所有的变形量加起来 不允许超过20毫米 包括你的拼装的间隙误差 还有这个杆受载之后的一些延长 最大变形不超20毫米 这个数字要背起来 好 然后我们在书上还提到了 跟挂篮相关的各种安全系数 咱们再回忆一下 安全系数是什么意思 安全系数 它指的是保护力比上破坏力 你一定要保证这平台是安全的 所以各种情况的安全系数 都是不能低于2的 包括你卯固的安全系数 行走的安全系数 还有我们这里面提到一些 限位的安全系数 你不用背这么多文字 只要跟挂篮相关的安全系数 全都是不低于2 把这个值背起来 好 这样我们在挂篮的结构设计层面 咱们就能够记一些小的数值 细节要求了 这里面它可能出选择题的概率高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对挂篮 做一下认识 它的受力是要把这个平台 接受两段的力 直接给它传递回选条的阶段 也就是你这个新的平台 是绑在刚做好的悬臂端的 那我们需要有力去传递它 对吧 因为咱们提的新的平台是在这儿的 这个平台它需要前面把核载接过来 后面把核载接过来 给它抬起来 抬起来的核载 是不是全挂在主梁身上了 你看前吊杆挂上去 后吊杆挂上去 全压主梁身上了 那主梁的话 如果后面不锁定 它不就往前倾了吗 所以后方一定会给它做力学上的平衡 比如说我们有这种毛固装置 给它插进去 或者是我们在这压重物 这样的形式 所以接下来我们把挂栏的构造去做一下认识 在挂栏这里面 咱们先给大家说一下 它构造上两种判定名称的方法 或者说分类的方法 那我们有两种比较常见的 第一种就是按照挂栏 它的主梁形式做划分 可能人家体里面就问了 我们这个挂栏 按照主梁结构形式 是哪种挂栏 或者按照它受力的平衡方式 是哪种挂栏 你看清楚人家问题 问的是哪种问法 如果按主梁去分的话 你就盯着 它悬条底膜平台 何载给的这个主梁 它是什么形状 它是什么结构 这个挂栏就叫这个名字 所以记得你看我们这里面 是不是零行行架做主梁 那么它按照主梁就是零行行架式 这样就好判断了 那么如果问题问的是 这个挂栏按平衡方式 它的主梁前端向下受力 那我是不是为了平衡这个力 你后端就要锁住 这个怎么锁的 这就是平衡方式 我们这个图是不是只有毛固装置 往里面结构打了运力金拉结住了 对吧 所以它是靠毛固装置去平衡的 那么这个就叫做自毛式 如果人家在这不是靠它 我上面有压重 那么它就是压重式 但是现在基本上不会出现单压重 它哪怕有压重是二者共同配合的 你把两个名字都写上 压重自毛自毛压重 谁前谁后无所谓了 我们不分这么细的 好 那么现在这是第一个 怎么去分它挂了形式 接下来我们再看你要掌握的构造的名称 在构造名称这里面 我建议大家你先找到平台的位置 我用挂栏提供的制作结块的小平台 不是在这吗 这个平台上你来做模板 做构件了 对吧 我现在只施工这一小块 那么它的盒子压在底膜身上 底膜要前后均衡抬起来 在前面悬条端抬着的 这个叫做前吊带 也可以叫前吊杆 前吊系统都可以 后面这个我们叫后吊带 就是挨着连接端的 那它可以叫后吊杆 后吊系统都可以 所以一个前吊 一个后吊 把底膜平台抬去了 前吊和后吊 这个核载 是不是基本都传递给主粮了 当然后吊有一部分 可能是和底板连的 但是你就理解为 它直接传递给主粮就行了 给了主粮之后 它主粮受下压 然后我们后端要锁定去平衡 那把它锁定跟构造连起来的 这个就叫卯固装置 这个就是卯固装置 然后我们再仔细看一看的话 这个卯固装置 你看它卯在哪了 我们这个卯固装置 是不是这儿 它是跟你在挂篮后方 地面生成卯固件 或者跟一些固定好的轨道 有卯固件的联系 而我们在结构中的运力巾是在哪的 这个运力巾人家是卯住了行走轨道的 所以这二者它没有贯通 一般我们这个卯固装置 是在已经做好的阶段身上 有卯固点已经把这个件埋进去了 我们锁住就可以 那这个一般卯固装置 会跟着你的挂篮组装去前移的 然后后面这个运力巾 它主要是固定好你的行走轨道 让整个系统更加稳定 好这个我们解决了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 下一个就是张拉平台 在张拉平台这儿 大家想我们每一个悬条结块 就光靠这一圈缝 凿毛清理干净 贯通钢筋 它能粘牢吗 粘不牢 风险是很高的 你这个混准量非常大呀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 不可能出现任何一个结块 直接通过施工缝和钢骨架 跟前一个做完的去连 它是连不住的 会出问题的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在刚才施工缝和钢骨架 连接的前提下 你要通过预应力张拉锁定的方式 把它拽回去 那我们前面可能是有两个阶段 咱们给大家简单化一下啊 这是我刚做的二号块 这个是三号块 这个是四号块 你在二身上做三的时候 它的预应力就挂过去了 那我在三身上做四的时候 它的预应力要挂过去 可能是两个段之间去张拉 也可能是几个阶段去做张拉 到底是几个呢 看图纸 图纸上会给我们这里面预应力的分布情况 我们给大家画一个小的示意图啊 比如说现在这是这一块梁的 我们就画一块 这边是竖项的支撑 竖项的支撑 这一块身上 我分成了好多小的胶筑阶段 这是不是从这个桥墩标出来 从这个桥墩标出来 对吧 那么你正常一个梁 它的预应力分布应该是什么样的 应该是曲线型 对吧 为什么因为在梁的跨中是受正弯距向下的 支点是副弯距向上的 我们会把预应力放在受力非常大的地方 去平衡这个弯距 对吧 受力大的地方你放预应力啊 所以它正常的线路分布是这样的 但是由于你截断数量比较多 你不可能一两根就满足要求 所以往往它是通过一些短线构成这种分布趋势就行了 比如说我就画随便画的简图啊 我是这样去走的 这样去走的 这是不是完全可以实现呀 对吧 你就按着图纸走就行了 你不用管 老师一定是放哪的 没有一定 我们做现场施工的就是按图施工 人家给我把预应力画在哪 我就做这个阶段的时候 对着把管道埋在这个位置 对吧 这是我们干活的要求 所以你注意 每一个段跟前一个段之间 都一定要通过预应力做垃圾 否则的话 它单靠自己是拽不住的 那我们在想 我知道要把它和它用预应力挂起来了 那我里面这空间大吗 不大 你可能做的是小型箱梁呢 对吧 它锁不到一起呀 所以只有在外侧这个范围 它悬条空间是很大的 我们一般情况下会把张拉平台放在悬条外侧 便于施工啊 所以如果前面给你提供一个悬条的小平台 这个就是张拉作业平台 来完成张拉施工 那这个张拉之后 我们还要做什么呀 张拉之后要及时压将锋 因为它每个阶段都要跟前一个去锁定 这属于非常典型的分段张拉了 分段张拉不要等到最后一次性再去压 那就来不及了 一定是压一段 住一段 对吧 好 这个就可以了啊 那刚才我们给大家在结构上圈的这些东西 找的这些位置 你一定要分清楚分别是什么啊 如果我们在结构中就看到像这种虚线 虚线代表的意思就是在外表看不到它 它是里面的东西 我们来表示内部的构造 用虚线看不到的啊 那同样的把这个结构给它稍微变一下 行 你这个按主量不是菱形行架式吗 那我们把主量一替换 它的类型就不一样了 左边这个把菱形行架主量变成了行架啊 这就是行架式挂栏 你看由它提供了这个平台 前调后调张拉平台 后面这边某固装置还带平衡配重 对吧 好我们再看这个 它把主量由前面的这种量呀 或者架的形式给它替换成了三角斜拉带 一个树向立柱 两个三角斜拉带 主量在这里 它提供了底下这个平台 然后我们依然还是核载给主量 用三角带去平衡它的变形 后端锁定 这就跟个天平似的啊 跟天平似的感觉 但是其他构造都一样呀 所以其实我们在不同类型挂栏的构造中 它的结构图规律是一致的 你就参考第一个去记就行了 就是看到这种不同的两体 我们能判断就够了啊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大家回忆一下 刚才我把挂栏组出来之后 你还干了什么 它是一个平台 所以当我把平台做完之后 你要检查 要全面检查 是不是对上了 检什么呢 承载能力 刚度稳定性和安全性 对吧 然后呢 要加载消变形 这里面就来了再重实验 就这换了个名 其他所有做平台都是做羽压 就在挂栏这换了个名 叫再重实验 那目的就是消非弹性变形 然后我在底下给你补充了一下 它其实除了消非弹性变形 还要去监测一些变化 就比如说我们加载之后 它的受力是什么样的 会有什么弹性变形趋势 来指导后续施工 这块你读两遍也可以了 还有一个验证挂栏的可靠性 那你看我们这个不就是 从零号块做了两个一号块的挂栏 然后在这放了很多沙袋去做预压 也叫再重实验 把它换个名字就可以了 那么当我把它的这个变形削掉 是不是那挂栏就能用了 到这咱们这挂栏的设计和制作组装 就理解了原理 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核心的施工的顺序 在施工顺序这一部分 我们书本上还有个第二个标题 就是给你划分段落了 第三个标题就是每个段落是咋做的 给你说细节了 咱们直接把它们结合到一起 因为大括号二和三说的股价是一样的 你就不用重复费时间了呀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阶段 要在桥墩顶面 先把这个梁的第一个零号块做出来 这是在施工零号块 它在什么构造上施工的 拖架或者阴架上 拖架一般是斜向牛腿支撑 做扇形拖架平台 这个一般叫扇形拖架 它是稳定的跟桥墩生成受力联系 在使用过程中绝对不允许动这个连接构造 而阴架绝大部分是向下做支撑 可能底下是扩大的城台 也可能是稳定的地面 我们有地方能撑着核载往上走 那么大家回忆一下我给你补的那个文字流程 当托架阴架组装完成 干什么来着 要对托架和阴架先做检查 对他们做预压 削他的一些飞弹病性 然后调整他的模板标格和位置 再做零号块 做完零号块呢 切记要跟着做零号块的固结 你要把零号块在这跟蹲顶锁起来 锁起来 为什么一定要锁起来 如果你不做临时固结的话 出什么问题了 那我往两边悬条 正常情况下 人家永久制作是弹性的吧 是能动的 能吸收变形的 你要是不把它先限制变形 锁成钢节点 它还是能动的脚节点的话 任何一边悬条端 重量稍微大一点 它就跟翘翘板似的动了 那你施工怎么保证安全呀 我为了保证安全的话 一定要把零号块 通过临时固结手段 牢牢的锁定在蹲顶 由脚节点 先在施工中变成钢线节点 这样你旋条端 才有向下抗弯的能力 否则你稍微核载大 它就下去了 它就没有抗弯能力了 所以接着我们就来到 怎么做这个临时固结 临时固结这道工序 是很容易让我们去补的 切记一定要零号块做完 赶快先做固结 再旋条安装挂篮 顺序要理清楚啊 那我们在这给大家去补一下临时固结的几种方式 就是把中间的永久弹性制作 先变成临时的固定性质的东西 不要动 不要变形 你中间这个制作是能变形的吧 那我在你两边加一些临时制作 它是刚性的不动的 你是不是就把这个缝堵上了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先在一侧或者两侧 设置一些刚性的沙浆块呀 或者混凝土块呀 我给它撑起来 加刚性的临时制作 中间永久制作 外面加刚性临时制作 或者是玉英立金穿梳张拉 我直接把零号块锁在底下 这个一般情况底下是盖凉的时候用的比较多啊 直接锁在底下是不是拽住了 再或者我沿着桥的长度方向 这叫顺桥向 在两端 在零号块 两端下方 设置竖项支撑 怕你来回动 我在底下给你挡上 你就动不了了 对吧 所以这三个是非常常见的临时固解手段 刚才我们说零号块底下设支撑 你比如说这两个 这不就是吗 但是提示大家一下啊 我们拿右边这个图 你给我判断判断 这是哪种桥形 它确实是梁式桥 但是你明显的发现 横梁和树支撑这里有支座吗 没有 它直接锁成整体了 这叫什么桥 如果一块就要钢购桥 这里面是不是好多块 它是连续钢购 对吧 如果是钢购桥的话 树支撑和横梁 人家这个点它就是交成整体的 就是不会动的 你还用加零时固解吗 不用了 钢购桥不用加零时固解 这个是非常典型的钢购桥量 那为啥这里又给它加两个支撑 这是防开裂的 怕施工中出现开裂 因为你这个断面还是比较薄的嘛 但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它不是钢购桥 就是衡量树支撑 用弹性支做链 那么一定要锁住 人家本身就是钢界点 你就不用锁了 好把这三种不同的加零时固解的方式去记一记 这是很重要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 我把零号块锁定在蹲点之后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往两端去安装挂栏了 所以要在零号块上对称的 对称的去安装挂栏 然后对称的施工悬条结块 一直到快合拢的地方 你就对着做零号块旁边 对称做一号二号三号四号往前伸就行了 那我们每一个这挂栏你是要重复利用的吧 我把零号块旁边一号块做完了 它要在一号块达到能受力之后 拆解前移再组装给二号块做平台 也就是我们整个量的多个小阶段 要重复循环去做平台的拆解组装检查 再重实验调标高这套程序 它会一直循环一直循环 那我们每一个悬条的阶段 在交这么一小块的时候 它的交注也是有要求的 你里面就是相形量对吧 咱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相形量 它咋交有什么要求 在正式交混云土之前 一定记得要做全面检查 这个非常重要 大家是不是能直接联想到 在桥梁工程讲混云土那个点的时候 我们说打混云土之前要做全面检查 当时咱们提到了什么 对模板要全面检 它是不是强刚稳达标的 是不是清洁干净 涂了脱模剂 堵了缝 连接平整的 第二个 你对于预埋件 还有施工接触面需要做检查 对吧 以及我们里面的钢骨架 隐蔽工程是要做验收的 还有什么混凝土的材质 那你上面把这个要素去刷一遍 其实不就是我们做的模板体系 运营力和附属设备 钢筋的体系 预埋件也是要检查位置 看是否清洁 本身的材质混云土的问题 再加上各种施工机械 还有相接面 属于是把我们前面混云土工程 全面检查东西 放到这个类型中 细化描述一下 道理是一模一样的 你不如就直接背一套原理 全面检查就是包括钢筋预埋件 混凝土本身 模板支架体系 施工缝 接触面 对吧 这个就可以了 全面检查 那我检查 我第一位人给我确认吧 所以他检查完之后 是有官方签认之后 才去做胶筑 这个咱们在胶筑前的检查 一般确认方 主要是在考施工方和监理方 因为我们有非常关键 一边工程呀 对吧 好 再来 胶筑的时候 每一个结块 记得从前面悬条端往回交 先交悬条端 再交连接端 它是有效防止这一圈缝开裂的 你要是先交前面往前推进 先交连接往前推进 我越往前打 重量越大吧 重量越大 它会直接 哎 你看我现在左边这个是二号块 我目标要施工的是三号块 你要是这个方向去交的话 三越来越重 那么可能就会在这拉开裂缝 那我从前面往回交的话 这个是对的吧 从前面往回交的时候 它虽然重量越来越重 但是我最后堵这个方 它不容易出问题啊 所以这个大家记一下 在每一个水平方向啊 我们不是由下向上去交 它是相性量吗 先交底板 然后副板 再顶板 你每一个独立的水平交注段落中 要从悬条端往回交 它正常在这个阶段上分次 也是按照之前相性量分次去做的 所以上下不矛盾 记得水平由外向内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合龙 合龙的话就是两个悬条端要碰到一起的 你要给它组到一起 那我们这个就分出了边跨合龙和中间跨合龙 边跨的话 大家想一想啊 我这个桥边跨 是不是基本上都到了路桥块衔接这个位置了 那一般你要是个跨河桥的话 中间是河流 两边人家是不是可能上了浅滩岸边了 所以绝大多数的边跨 都是地面能够有支撑的 我能够得到地面的 你只要能在支架上坐 你就优先在支架上坐 因为它质量控制更好 标高限制更好 那如果说是跨中的部分 底下有条路 有个河 我没法利用下部环境 咱们可以在挂栏上合龙 在挂栏合龙 它的变形风险比这个是高的 它撑在地面上 我只要调好地面 做好架子 上面就标高不会动了 而这个地方 你随着混准土的重量增加 它的标高会跟着悬臂端出现一些微小变化 所以这个是更容易开裂的 从质量控制角度 支架法要优于它 所以为什么边跨上一定要选择支架呢 只要你能用支架 我们就用支架 如果中间跨允许你占用 你最好也用支架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合龙是咋做的 合龙的话 咱们书本上给了好多条目 就是读起来不太好理解 它很喜欢把这个标题中的内容 去考到选择题 放到选项 让你判断证物 首先第一个就是 我们在预音力施工这 因为咱们说的每个阶段 不是要通过预音力锁到 刚才做完的两段身上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就注意 我在箱形梁这做预音力 你要把它垂直挂到 刚刚的两段身上 那么预音力筋分布在什么地方 往往这个箱形梁 它体量就比较大了 它的底板 腹板 顶板 都有预音力 所以你把管道留设好 我们这块就是排个后章顺序 排后章顺序的时候 直接参考后章法 就是先中间后上下左右对称 对吧 你就直接参考那个就可以了 人家如果没有中格板 那咱们就上下左右对称 就维持一个对称原则 否则容易出现偏写的问题 出现开列的问题 所以这个直接可参考后章 然后我们再看合同顺序 合同顺序刚才不是说了 先做边再做中 这个指的是一般桥 它的跨比较少 就跨越一个站物 我们可能在城市中就出现了什么 就是环线高架 或者是某某某高铁桥 你一施工这样的桥 可能它几公里都是 对吧 这个时候你跨数就非常多了 所以它的合同顺序不一定 非得是我们书上这个 当你做的这座桥 它的跨数非常多 好多好多跨 那么你施工上就不是一次性 把所有桥全做的 对吧 我们会把这个桥 分成几个合同段落 在这个合同段落里面 可以参考它 当然也取决于跨数和尺寸的问题 所以这只是一般情况 不是所有的 这个大家要有个判断 那我们先编后次最后中 就总结起来是 有两边的缝先连 最后到中间就留一个缝 你如果先连中的往两边 最后合到一起 要有两缝 这个误差太大了 我们从两边往中间合 逐渐合成整体 你看这是不是一个跨河桥 它会先做边跨 再做次边跨 然后做次中 最后做中间 你不是对称的吗 所以它这边还有次中 次边和边 那你这二者同样位置 都要一起做 就是我是先把两个边跨合了 再把次边 再把次中 再把中间 这样的顺序啊 记好它通用的程序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看后面 合同前的一些调整的要求 这块就逐条去解释一下 首先第一个合同段长度 建议为两米 不是必须两米 不是必须啊 如果它体力说必须位两米就错了 那么可选两米对吗 对 没问题 它只是建议 你取几米是取决于结构上 尺寸上的一些问题 图纸上 包括我自己时光安排啊 然后合龙前的观测 需要大家把观测内容背起来 因为我们现在合龙 是不是两个悬条端 要合到一起了 它们之间是要在稳定状态下去合的 我需要定一个合适的温度 需要在它的间隙稳定 上下高差 在有效控制的时候 我们再锁起来 否则它来回动 你锁它不就开裂了吗 那我们这里面怎么样确定 是不是稳定呢 你要在正式合同之前 留一定的观测时间 它会有个观测期 这个可能持续时间是一天 或者多少小时 比如说72小时都有的 那这个我们就不用记了 你就记它观测什么 在观测期里要观测气温的变化 还有气温的波动 和凉端高层悬臂端间距的关系 那么总结起来 记三个关键词 两个悬条端之间缝的宽度 叫间距 悬臂端间距 两边的高差啊 高层 那你这个高层侧 那高层侧一减 高差不就出来了吗 还有温度 温度 所以其实你背三个关键词 但是我们注意 后面这两个数值 是随着温度有波动的 所以他说的是气温变化 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建议你先把关键词记起来 然后我们再根据书上的 数语描述做扩充就可以了 好我们再看 在合同前 我需要把合同口做临时连接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把它合到一起的话 它始终是存在误差的 对吧 或者是我们这两端 是有相对移动能力的 你要是不给它 先锁几个点 我就直接把钢筋骨架 绑一起把模板贴出来 可能我浇混土的时候 它就在微小移动了 那你这个缝怎么连呀 所以我必须得保证 我打回音图 我合同的时候 你这二者是不会发生相对位移的 它们要牢牢的锁定 对吧 你不要来回动了 那我们怎么锁呢 就是做临时连接 这个临时连接给大家补一个图 一个是合同段的横断面 一个是合同段的纵向 侧立面的示意图 那我们看 这不是旋条端 旋条端 中间这是合同段吧 我在顶板上通过玉埋钢板 用螺栓连加进钢支撑 放个加进钢梁 底板也是用玉埋加加进钢支撑 我点点锁起来 那切横断面就来到这了 看顶板上 我通过玉埋的构件 锁了三个加进钢支撑 底板我锁了两根 对吧 这个像什么呀 我这个拳头是个悬皮 拳头是个悬臂 上面接了三个梁连下去 底下两个梁连下去 是不是它们二指就锁住了 没有相对移动了 要先把合同口予以临时连接 避免发生相对移动 这防开裂的 然后把合同胯一侧的毛固放松 我们最开始做零号块 不是把那个脑袋锁住了吗 但是你合同的时候 那我这两个是有误差的 如果你硬去连 中间这块是后去胶住 它有误差 你不销的话 这个误差就会体现在刚做的缝里面 容易开裂 所以当我们在拼装中产生一些微小的误差 你把异端的固节解开 这个误差就可以通过它吸收掉 这个可以保护中间的环形缝 好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一侧放松就可以了 如果两侧都放松 它可能会出现变形 然后我们再来 合同前要对两端做愈加压重 这个点咱们在动画里是不是展示过这个过程了 两个悬臂端要合中间这里 随着混凝图往上浇 相当于给两个悬臂端下压的力了 越浇的多 下压力越大 所以如果你不做愈加压重 不管它的话 我最开始是这样的 浇完混凝图就变成这样了 那么这个两底两条缝是不是会开裂呀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怎么办呢 我先加两个预先的合载 叫预加压重 可以放沙袋 可以放水箱 我给你压到混凝图重量上来之后的状态 我就给你压到这个位置 然后你把中间合到一起 合到一起 浇点混凝图 这里泄点合载 浇点混凝图泄点合载 它们二者始终保持力的平衡 是不是你的两端就压到这个位置 后面就不会再动了 所以它是非常好的 防止合轮段两底开裂的做法 那两端要预加压重 它要随着中间合轮段的胶柱 逐步撤出 胶一点 撤一点 胶一点 撤一点 全胶完 全撤掉 所以记得提前去做预加压重 然后逐步撤出 但是这里要给大家提醒一个小的反例 我们这个工序里面做的是现胶 所以它是混凝土的 那么是不是也存在钢香凉 对吧 或者是钢凉的合轮 比如说我们希拉桥就是 希拉桥的话 它需要把主粮自重减轻 你做混凝土就撑不住了 它一般会在主粮这用钢垢 如果是钢凉做悬壁施工 中间在合轮的话 我们是不是合轮段就变成了预制好的钢香凉 那我把它吊上去锁成整体 你也得考虑预加压重的问题 那么那个预加压重 我还是逐步撤吗 不是了 为什么 因为相信量它的合载 我只要一连全都上去了 所以如果你在这不是现胶混土了 我换个材质 变成预制钢香凉 合轮段应该是一次性 卸掉预加压重 这里到底怎么卸 取决于主体构造 到底用的是什么材质 这个一定要分清楚啊 不要说我背一个 我到处去套去 那结构都不一样呀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下一个就是合轮的时间选择 要放在气温最低 为什么呀 因为热胀冷缩 当气温很低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现在主体做完的构造 就收缩回去了 中间的缝是最大的 你要在缝最大的时候浇 你要是温度高 它往里面膨胀 这个时候缝小 我在这浇的时候 后面温度一降低 开裂了 对吧 所以你要选择温度最低的时候 热胀冷缩原理 然后强度提高一个等级 主体结构取一个标号 你在合轮段比它再高 因为我们中间是要通过 预应力张拉锁定到一起的 达到75% 咱们就要张拉了 所以你提高一个等级 便于尽早施加预应力 同时这块还是一个弱 弱的位置 我们可以保护它 然后体系转换告诉你是 张拉亚将完成 解除临时固解 后张拉亚将完成 说明连续量已经连完了 主体构造已经成型了 然后各吨临时固解解调是什么 人家最开始做零号块 我怕你施工不安全 我把零号块锁住了 永久制作 现在是没暴露出来的 那我们做体系转换的话 你需要让这个结构体系 变成我最开始设计的 衡量数支撑弹性之作 现在是衡量数支撑钢节点 我们做体系转换的话 它的标志就是 你要把临时固解解掉 所以你看体系转换 是在主粮做完 然后临时固解拆解之后 拆解是一个体系转换的标志 那我们在体系转换的时候 咱们不是把永久制作 释放出来了吗 你看这个就是正在做 中间是电时永久制作 旁边这是不是刚性的 临时制作 我们正在通过切割设备 把临时制作拆掉 那么它一拆 就标志体系转换就要开始了 体系转换的话 我们想一想 你把弹性制作暴露出来 它本身里面是能吸收振动 提供一些变形空间的 对吧 那我上面又加了桥梁核载 那可能这个位置 它受到核载下压 就会出现一些标高的下降 我们在做体系转换 调节受力的时候 一定记得 要以两顶的标高 作为主要的控制因素 因为你的桥修来之后 就是要严控底面标高的 底面标高控制的不好 后面跟路就没法衔接 会出现行车不舒适 或者一系列的安全问题 要严控底面标高 这个时候在保标高的前提下 以制作的反例做教合就可以了 它只是一个调整 只是一个教合 你一定要严控底面标高 任何时候我们做体系转换 都是这样的 这个点大家还可以联想到哪呢 我们前面是不是学了 制作的安装 有印象吧 在第一节里面 制作我们说有线胶桥跨 制作怎么安装 日制量 制作怎么安装 那当时我们在这两种形式里都是 你的制作要跟底下生成联系 跟上面生成联系 在制作的安装过程中 上下钢板的连接楼栓是锁住的 什么时候连续量做完了 我要把它解开 那个时候条跟这一样 要以两顶标高作为控制主要内容 以反例作为教合作为调整因素 所以标高为主反例为辅 把这个套路记在基本所有的桥梁 需要调整的体系里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选择题出题的点 就是你现在把桥不是连完了吗 然后我们在这个高层控制 它其实不光光是连完的时候 你每一个选条节块都得控制标高 在这个前提下 我们就给出了确定悬臂胶筑筑前端标高的因素 就跟那预拱度的背法是一样的 你定这个标高从哪定的 那我肯定你想一想挂栏绑谁身上 绑刚做完的阶段身上 就是以胶筑这样的实际标高 然后你挂栏自己有变性 还有人家结构图纸上画的预拱度 就是我们这个图 它自己底膜是一个预拱度 你不是分块做的吗 这个需要对上 还有温度影响 这四个都叫做应考虑因素 我在确定悬条这个标高的时候 应考虑的因素 其中前三个前三个是监测项目 最后这个不是施工监测项目 前三个是监测项目 要监测变形 还有就是必要的时候 对结构的变形值应益也要做监测 这个什么是必要的时候呢 就是当这个桥梁结构体量非常大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桥 它的跨度特别大 这个时候我们桥面容易出现变形 在这样的前提下 我们再去考虑后面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把当成选择体 应考虑四个因素监控前三个 直接记就行了 一般就是选择方向处 然后接下来我们大家来做一个小的练习 这块就是拿咱们前面看挂来的构造图 给你处理一个小问题 非常简单了 那首先是补充图中缺失的名称 我们看我用圈给你圈住了 咱挨个来顺 那首先我们这个是底膜平台 对吧 底膜平台 那么它这个上方是前吊 对吧 我们叫前吊带 前吊杆 前吊系统都可以的 你这个B是不是就穿了 后面这个是什么 后吊呗 后吊杆 后吊带 后吊系统 你这样去挑着写 他俩写成一组就行了 那我们再看D是什么 D指到了这儿 这不是悬挑前面提供的张拉作业平台吗 好 还有A A是在这儿的 人家这里指到了主梁后端 这不就是毛固装置吗 用毛固装置来提供前面下压的力 做平衡 所以这样是不是ABCD出来了 直接背一整套就可以 然后我们再看按平衡方式判断 这个挂楼是哪种类型 按平衡方式就看前面的下压力 后面是怎么锁的 这里就靠毛固装置 没见到平衡中 它就是自毛式 对啊 自毛式 就答这个就可以了 因为人家说的类型非常明显 平衡方式 然后悬挑几块交注前 做哪些工作 交注前 全面检查 对吧 就是全面检查 那我们检查都检查了什么呢 你回去背上这个通用的东西 对吧 首先我们对于磨板支架 是不是要剪的 对啊 磨板支架整个的体系 它的承载呀 稳定呀 包括脱模剂呀 包括一些拼装等等 这个问题 你往上写几个就行了 或者是直接参考我们这边的文色内容 写磨板支架的相应要求 好 还有什么 还有钢筋和预埋件呀 对吧 然后你这里面不是相性量后章吗 所以它还有跟预应力相关的 预应力相关的 这个是预埋件 这些是不是都有了 要检查他们的安装质量 位置之类的 清洁之类的啊 好 我们通用的第三个还给了个什么 相接面 也就是施工缝吧 那这个相接面在哪 在刚做完这个阶段的这一圈缝 顶板 副板 底板 一圈缝 你要剪这个面呀 对吧 还有什么 我们当时前面在混凝土给你补的 书上没写的 就是混凝土的自身 原材料配合比这些 你材料不达标 你这边肯定也不行的 对吧 所以大家把这块全面检查 去注意一下 那么光检查 你得确认合格 所以全面检查合格之后 还要签认 才能生效 往后面施工 在混凝土交注前 全面检查 然后签认 这是不是就出来了 像这样的问题的话 你看我们这样往外一展 他能写出来一排 他可能在这里面 比较大的概率 我假设啊 我给他配了四分的分支 第一个 全面检查 这四个字 肯定是占分的 后面你写出的检查内容 我可以一个给你配上0.5分 然后签认 也是要占分的 这样的形式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你要把管理过程 这样的关键词 作为做题的重点 像展开的描述 我们一般很少会让你说写一大段话 它可能就是让你往外 适当的展开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没必要考那么多细 的主要是考过程控制 好 我们再来下一个 列举合格观测内容 我就让你背了三个关键词吧 温度 间距 还有高程 然后我们这里注意 高程是谁的高程 悬壁端的高程 间距是悬壁端之间的间距 那我们在温度这呢 气温变化 你要考虑的是 这三个词怎么组合 是气温变化 和高程 间距之间的关系 这是不是就出来了 所以大家注意 就是答题的时候 你既是一方面 你怎么组织语言 还是要经过训练的啊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解析 给你放到屏幕上 你暂停去看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 把管理部分 跟香粮施工相应的质量检查验收 梳理到一起 因为咱们书本上 其实做香行粮的胶注 也就是在先章 后章 后章里面提的 还有现场胶注的 支架法 悬壁 移动魔架里面提的 那么但凡咱们是一道这些 去做现场 交注的香性量 你再看一看 主控的项目 一个是它的支撑平台 做完之后 结构上的形状要求 还有我们悬壁 交注的时候 要做对称平衡之类的 大家重点去看 主控项目 好 以及我们在检查方法这 它是可以配合着去考的 如果说是跟外形尺寸相关的 外形相关因素 我们直接可以观察 跟尺寸相关因素 可以通过量测 如果是跟受力等等相关的 才可能会出现一些力 或者测定 那这个大家就关注一下 我们书本上所给的主控 和检查方法 这样咱们前后一联系 它这就是之前没有怎么考过 但是你做完之后的结构主控 是可以出考题的 所以提醒各位 稍微熟悉熟悉就行了 不用死记硬背 主要以理解为主 好 那我们这一讲 就把所有现交桥跨的施工形式 解释清楚了 下一讲 我们就来到 钢梁和钢混结合桥梁的建设 翻译 就给大家帮助 谢谢 钢梁和钢梁 在筑还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